原來是雙重的出軌 怎麼樣從形式變成民視嗎 大概2000年左右 可能是因為進入海嘯的問題 有很多炸飽的案件 我想從一個出發點是關於 家庭的功能 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他們中間對於愛的想像是什麼 我覺得文青這個角色 他是希望自己能夠主動去探索的 他不要人家給他答案 所以他遇見成朗的時候 成朗的未知性會令他很有所期待 他一開始是否定了冒險的自己 因為我覺得也許他承受了一些 很優微的社會的投射 但是我覺得中間的這個推力 所以迫使文青去面對自己的欲望 人家不是說愛要及時嗎 如果不愛了你要說出來 你要面對自己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在拍親密戲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像在打拳擊 然後Action 然後兩個就衝上去 然後就 然後卡 然後兩個就退到角落 然後一三不整這樣 喘氣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看他那個 胸前被我弄得亂七八糟 然後他眼神幻散 不要在那邊禍害人間哦 魚成朗想要做對事情 但是因為想要做對事情的這個成分 到了一個任何的觀點 你把它拉到了一個比較極端的位置 它就會變成可怕的事情 就是為了法律 為了要破案 你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超好 來 零受傷 拍打戲不受傷 我在出櫃裡面是一個人叫做林薛溫 就弟弟又一副很無知 什麼都不一樣 然後就覺得很煩 因為我的孤單 可能是要覺得爸爸怎麼都是 有東西就先給弟弟這樣 然後會覺得弟弟比較有成就 那我的孤單是你都在我身上 可是我反而希望的是 你也給哥哥一些 那讓我們家庭更加的和諧 現在覺得終於終於可以放輕鬆 and想要趕快擺脫他 應該是有我前三名想要擺脫的人 那我就覺得不開心 因為我過程一直是 頭上有一片烏雲籠罩的狀況之下 完成的 不是太害怕了 對某種程度上是 拒絕跟這個世界溝通 拒絕跟他有接觸的人溝通 有沒有那個機會是爸爸 就可能拍拍 學姓人肩膀的樓子 他說不要緊啦 對這種 講起來很難過 這種對於學姓來說很重要的事情 他可能從來都沒有得到故 出櫃這個故事的出發點 其實他在講述 在承受這些愛的需求 你同時要承擔 那些風險的存在 非常期待 你們一起來 認識你們整個故事 哈囉 我是鳳小月 我在出北等你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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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母親 給他們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